由杨幂、陈伟霆、陈小云 徐开城主演的玄幻电视剧《胡珠夫人》已经热火朝天的开播了 各位主演也奉献了自己的诚意表演 其中由陈小云扮演的女提兰也受到观众们的喜爱 其中由陈小云扮演的女二号柔弱小白兔提兰也 受到观众们的喜爱 扮演着陈小云也再一次受到大众关注 陈小云,云名陈云,6月29日出生于吉林省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 但是刚刚出道时的陈小云你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 因为那时的陈小云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哦 下面就让小编带你看看陈小云 开挂式的换头史吧 2010年怎么会爱上你是灵童 那时的陈小云还是原生态的样子 2021年多爱是奇欢 这时的陈小云还有一点婴儿肥看起来很可爱 2012年一生只爱你 始于美娟 这时的陈小云对鼻子和眼镜进行了微调 美人气质初见端倪 2012年夫妻那些事是小梅 这时的陈小云瘦了很多 俨然一副娇滴滴的小姑娘 与未婚先孕的角色非常相符 2015年少年四大名古诗 这时的陈小云颜值还不太稳定 总觉得忽高忽低 2016年小别离是蒂娜 从这一年开始陈小云的颜值似乎开了挂 仍受了颜值娇美演技在线 很快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7年如一传是索新 陈小云在剧中精湛的演技和正直善良的人设受到 料观众们的喜爱 从此陈小云在影视圈打开了知名度 也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现在的陈小云一直活跃在大众视线 无论是参演电视剧还是参加综艺都 会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不知为啥 每次见到她都会觉得跟上次见的不太一样 范范觉得陈小云现在的状态已经可以成为娱乐圈 女明星的换头天花板了 期望陈小云能保持现在这种最佳的状态 保持颜值的同时为广大粉丝奉献更多的优秀作品